那些可爱的女孩们,她不是塑料的友情,文正与北京女子图件的热播,可谓是姜,乐爱,声音,事业,奋斗,等都市敏感热词推上了风口浪尖。 如您宣传的是北京立志奋斗史,又是被撒成了那些年,她依靠过的男人,今天,倒是想跟大家说说我心中真正的女子图件,北风女郎2003年。 在那个悲点四面的日子里,我每天唯一的乐趣,就是准时守在电视机旁,等着四个女孩的出现,结婚狂。 哈喽,乐远迷,男人婆,现在回忆起来,粉红女郎可以算是启蒙有关于,爱情和友情,的电视剧,如今已经过去了15年,国产剧中拍,都市女孩,题材也有见不见。 譬如,2015年,青阳戴罪战中的妮妮,和威比,2016年的荒蕾传中的四美。 但无论时光怎么变先? 我一直认为,粉红女郎才是国产剧中唯一一部真正懂得现代女性生活的电视剧。 霸灵,一律表面上,沉浸在风花血液中的女子,眼神歌人,捏摩多听,她看起来依赖于精神和男人,但骨子里实则非常追求自我。 在《四个女孩》里,这个人物好像就是女神教教科书一般的存在。 无论是谁遇到感情上的问题,她总是能用一句话就大破天机。 谁说只有男性,才是社会的主宰。 女孩子照样有穷力支配自己的感情。 我最欣赏的就是她游戏人生的态度。 不是赋予传统的眼光,专手自我,最终等待真爱。 方小平,一位对结婚有名之中求的名字,顶下巴牙,说着一口好听的台湾腔。 她和外人民刚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对婚姻盲目崇拜,对男性无底线付出。 一个是,多情和名归,一个是,苦寻山茶花。 这些反复都让结婚狂,变成了一个十分不讨喜的角色。 但现在才发现,原来方小平的事,才恰恰是这部电视剧的核心。 他一次次的被抓紧大宝欺骗,哪怕最后心中已经清楚了来龙去脉。 但还是心甘情愿地交五百万支票,交到了大宝手中。 在大宝欺喜悦狂,准备再次一走了之时,小平痴痴地叫住了他。 你从头到尾,都没有问过,我答不答应你的求婚。 曾经我痛伤小平的面弱你愚蠢。 但现在竟然更多的是心疼,和我心境恰巧相反。 十五年前,大多数观众会认为,结婚狂善良真诚。 而十五年后,在路上满满的都是对他的公斤、摄影表,道德绑架。 但就,如今,在一家充满力气的社会中, 有多次暗暗信性方小平只是活在电视剧中,和如男。 在被一段真挚的感情伤害后,选择成为了,买人婆。 从头到尾,他都是,事业合理制。 这代名词,取得了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。 从保洁员一步步地做到了项目经历。 中间经历过无数挫折与失败。 但直到最后,如老也一直坚持着自己和初恋男友的梦想。 结尾,他解决了恭喜的烂尾楼麻烦。 成功启动了希望小学的计划。 这样才是一个真实有心有肉的女性形象。 买人婆的例子,就是在告诉那些艺名的导演,女性想要获得真正的独立和成功。 不是靠着冒门嘟嘴,撒娇和妆可怜的。 哈内,一个整天乐呵呵的女孩。 单纯少年,年龄更小。 其实,哈内算是整部剧中遇不起眼的一个。 没什么主见,爱随大流。 但没有想到,她的身份居然是一个东南亚地略中的公主。 从前,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闪呼呼的女孩。 在此重温时,却被她感动得心里花了。 她从小在孤儿院长大,渴望融入家庭的气氛中。 正是三个女孩给了她家庭的温暖。 于是她心甘情愿地默默为这个小家付出,撮合结婚狂的婚事。 但鬼热搞蒋怀的恭喜,还为李白寻找。 缘伤姐和万年冰霜。 最终在找了原生家庭后, 哈内还是选择跟着几个好姐妹继续结婚在一起。 或许,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姐妹情。 小时候,我总觉得粉红女郎是一部独立投席剧。 说着对着,调侃生活。 而现在,我竟然发现,她其实带着悲剧的色彩, 充满着现实的讽刺。 就譬如,方小平的痴心侧妇。 因为不出众的外表, 在爱情中,永远都带眼尾一的角色, 和如男的坚强迷人。 白川的初心, 却在梦想的道路上, 经历了太多惨恳与真心。 哈内的孤独地墨, 本应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 却从小在福利院成长, 渴望心情, 大龙的封闭肝傲, 看透了太多爱情中的规则, 觉得透彻, 但却并不快乐。 曾经听过这样一段话, 谁还不是贝利心啊? 只不过是在心上裹了赫赫的消音布, 上溪里哄拉醉的音声腔的声音, 不被别人听见, 自己又假装听不见而已。 分红女郎最真爱的地方, 或许就在于, 每一个人物身上, 都都负责属于自己的不意, 却还是能在心笑怒骂中不断成长。 而剧中, 无论是搞笑的恭喜, 还是设气的王好, 男性决策全部变成了一种陪衬, 靠着一副好皮囊, 就能买得及ALV。 猜得上马沙拉蒂的女性或许存在, 但一定不怎么清磋光鲜。 不过, 分红女郎中间还是一部善男的童话, 真诚的姐妹情, 化为佛迪的爱情, 善良可爱的房东, 能被感化的敌人。 对于现在的我们来源, 中间还是太奢侈了些, 拾过见先。 当年露出了一个性鲜明的女孩, 也把已经走上了各自的人生道路, 除了买茶, 成好, 虚佳宁, 张远好像都逐渐淡出日欲观众们的视线, 不得不说刘若英为结婚皇的角色牺牲了太多, 撇着八字步, 刀头刀脑, 顶着八牙, 以致运在很长时间里, 我都无法真正get到刘若英的美点。 后来逐渐爱上了她的歌, 才发现希腊的结婚狂, 原来是一个如此之性, 严雅与随性的名词。 现在在提到薛佳宁, 可能更多的人, 都会联想到她与胡歌的一段感情。 当年胡歌因为意外严重受伤, 他默默地陪伴她走过来最黑暗的时刻, 再次看到薛佳宁消息的时候, 便是得知她情绪修行, 翻了翻她的微博, 记里行间都充实着对生命的热爱, 以及对信仰的虔诚, 不许这个女孩跟她们有几分相像, 上阳光纯, 心思简单, 白晨好和张元在大伙之后, 都选择了为了家庭移开了娱乐圈, 真心希望他们都能幸福, 突然想到了《买茶日记》中演唱的一首主题曲, 《一辈子的孤单》, 我想岳飞一直孤单, 就要孤单一辈子, 想必当年《书记》的观众, 现在多半也已经约要结婚, 如果你还孤单, 也不用太过着急, 因为, 为了怀抱一心心幻想, 我们失去一心就幻想, 这就是成长。